3月27号 美西福建同乡会在南旧金山半岛豪远举行成立74周年庆祝晚会 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邹永宏 领事王坤 蒂林庆会 与北美福建乡亲 即来自加拿大的福建乡亲祝贺团 和旧金山当地友好桥团嘉宾近400人欢聚一堂 以浓浓香音叙说乡亲友情 庆会由林嘉纯主持 中美两国国歌为庆会拉开帷幕 会长郑军凯致欢迎辞职指出 美西福建同乡会成立于1949年2月 在过去的74年里 我们同乡会经历了许多的挑战和变迁 但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和挫折 我们都勇敢地去面对 正是因为由我们先辈们的努力争取和团结 我们的同乡才得以发展壮大 为我们福建老乡在美国的生活和事业提供了许多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将一路提往继续致力维护传承 发扬中华文化 促进湖建同乡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我们将继续支持家乡的发展和建设 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发展 会务为老乡谋求福祉 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挑战们能 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展和强盛 建设了侨胞们在美国扎根打拼的艰辛历程 建设了中美关系建立和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利益福祉 过去一年 美西福建同乡会和我们广大的福建籍侨胞 和各位在座的侨胞们 积极地参加庆祝中国的国庆和侨界的重大活动 同时呢 福建籍的侨团也热心地支持总领馆的温暖民村启动仪式 你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此 我仅代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欢迎朋友们 福建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 福建籍侨胞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抱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强烈愿望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我们将继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完善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祝祖国分裂出去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乔邦们朋友们 福建自古向海而生 向海而新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建人开放包容 拼搏进取的优秀品格 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美西福建同乡会继续同管大侨胞一道 秉承爱国爱乡理念 支持中国发展和统一大业 促进中美友好 为实现宗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更大贡献 北美洲福建同乡团体联合会主席林静心 和永远荣誉主席于建强 分别致辞祝贺美西福建同乡会成立74周年 称这是福建人在北美最为悠久发展历史 他们为此感到激动和骄傲 同时感恩先贤们努力拼搏创建的良好基业 也将会秉承创建的精神 团结广大福建乡亲和侨胞 共同努力为祖国完全统一做出贡献 同乡会收到来自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贺电 加州众议员丁又立 北美洲福建团体联合会 南加州福建同乡会送来贺壮 主持人林嘉纯与秘书长谢英华 介绍出席嘉宾和侨团 监事长陈忠兴致答谢词 庆会上同乡会秉持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向长者和儿童派发幸运红包 还邀请湾区知名乐队现场表演助兴 一首接一首激昂澎湃的歌曲 让全场的宾客热血沸腾 全场畅想我的中国心 开始 黑下肉 桃子 硬裹 轻硬 弄 出クシュー